古代以文房作为书房,书斋的雅称 它是文人读书和生活的地方 在这个空间中,文人利用各种精巧的真腕或百事 展现他们的生活趣味和美学品味 这些文房用具与陈列物,通常合称为文房清腕 送出文人苏义简所撰写的文房四溥义书 开启了北宋文房清腕的风尚 文房清腕的种类繁多,主要是与书画创作有关 例如在当时就有相当多的文人收集 即考究文房四宝 笔、墨、纸、燕 好比现今的文具爱好者 喜欢收集特殊又有质感的文具用品 从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的米符紫金盐帖 与菜箱橙心堂帖 便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于文房用具赏见的高度兴趣 米符对燕相当的讲究 并著有燕史一书 对燕史的种类、性质及优劣均有论述 紫金盐帖记录了他与苏东坡之间一件关于燕的往事 内容是描述米符珍爱的紫金燕被苏东坡拿走了 由于苏东坡也相当喜爱这方燕台 所以还特别叮嘱儿子 死后想将他一起入葬 不过后来这方燕台又重回了米符的手中 菜箱橙心堂帖 则显现文人对于用纸的追求 古代的名纸橙心堂纸 为南唐所生产的纸 纸质精细纯洁 适合表现书法家起落精细迅洁的用笔 经过北宋文人的发掘 研究与推崇下 成为显赫的天下第一名纸 诚心堂帖 是为了委托他人制作或搜寻诚心堂纸所写的书信 文房用具原先附属于书画的地位 至北宋时转变为直接工人赏万的对象 这些对文房用具的喜好与选择 呈现出宋代物质美学丰富多元的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